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米二五的身高 无论家人托人的弄来什么样的偏方都没有见效 是先天性的身材矮小 没有办法了 医生的鉴定结果 一时间让费永林死的心都有 费永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天上缺陷而一蹶不振 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面对生活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一名儿童自闭症预疗士 工作虽然很累很需要耐心 但费永林每天最开心的事 就是和自己的小朋友在一起 给他们讲故事 引导他们开口说话 教他们生活自理 看起来还像各孩子一样面孔 新郎林海明今年已经42岁了 他的前半生经历和妻子的很相似 唯一不同的就是自己是因为小时候一次发高烧后就停止了生长 身高就只有一米四八 因为自己的身高里海明曾经沉默了很久 每天就不说话 只是拿着画笔画画 也就成就了他现在的特长 画画 我等着一天等了很久了 遇到我的新娘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了 我会一辈子疼他爱他 给他想要的幸福 新郎大声说道 我想要的幸福就是你永远在我身边 新娘的话更加动人 两人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雨办了婚礼 一家人齐聚一堂 祝愿这对最秀真夫妻 百年好喝 早生贵子 免得声明 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 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